大家好,我是周志琛 欢迎收看乐点猜一猜 正经乐点,我来解读 现在经济不景气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尤其在零售领域 过去十年新零售潮起潮落 先是大乱发,河马衰落 后来加勒府也在2023年大面积观点 标志着大卖产模式不如尾声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 一家来自荷兰许称的零售企业 胖东来却逆势突起 以频频出圈的营业模式 和令人羡慕的员工福利 成为行业标杆 这周更是得到了财新周刊的重点关注 这篇八千多字的胖东来神话 对此有深入的分析 我们一起来做些观察点评 胖东来成立于荷兰许昌 在许昌新乡两地拥有12家门店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 十几岁就踏入社会 做过小生意 开过超市 倒卖过香烟 1995年在许昌拿下一间店面 取名望月楼胖子店 这家店被认为是胖东来的前身 从2000年起 于东来将公司股份分给员工 自己只保留百分之十 而且每年都从公司净利润中 拿出百分之五十分配给员工 除此之外 他还规定员工每周只能工作40小时 晚上六点下班 必须离开公司 胖东来的另一个做法 也属于业类独创 他帮扶调改多家有商门店 不仅分文不取 还经常倒贴钱 比如帮扶调改江西上老的 加百乐 湖南长沙的步步高 湖北武汉的中柏集团 以及永会超市了两家河南门店 乘着胖东来概念的东风 这几家商超改造后的门店业绩瞬间高涨 在当前类卷 价格战 降本增销等风潮一眼一眼的市场 一面是胖东来身处流量中心 高调拯救传统零售 一面是零售行业上下游艰难求存 形势另类的胖东来和他的领导者 于东来都成了现象级 这些现象级的话题在网络传播 又产生了西一轮的关注和追捧 流量甚至有一阶段转化成了股价的兴奋剂 那么胖东来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呢 宜东来透露过当前超市行业 基本进入了发展的死角 主要原因是商品品质不好 难以让顾客信任 胖东来的模式和会员店折扣店都不同 核心点在于花费数十年打磨出 所当地消费者认可的商品组合 然后用细致的服务吸引流出顾客 首先胖东来不说起供应商通道费 商品能够摆上货架取决于价格和质量 这种采购模式和会员店差不多 第二胖东来显品的核心在于对商品的审美 并非常注重动销数据的指标监测 第三胖东来还深入到上游的生产研发中 目前旗下各超市销售的200多种食品 都是在中央厨房生产的 第四最让胖东来出圈的是它的海底捞市的细致服务 比如超市内有七种购物车 穿过的衣服有质量问题即可退货退款 电影不好看可以退票 网上关于胖东来黑心服务的例子不胜美举 从这些不同的点来观察胖东来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升级了的大卖场 这种购物体验或许在一线城市并不新鲜 但在低线城市中 确实可以和传统大卖场拉开多个深微的存在 除此之外 胖东来还通过优惑的福利待遇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像许昌胖东来超市的员工工资 在6000元以上几乎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 店长的年薪则百万元起步更是不得了 零售业者大多数对胖东来及其创始人于东来十分认可 普遍认为胖东来在企业文化和形象上的传播 显然是成功的 但所谓胖东来模式的可持续性有待时间检验 也有行业人士认为 行业不应该将胖东来当作救命稻草 胖东来模式也有它的极限性 例如过高的能力成本 难以规模化复制的商业模式等 宜东来也曾表示过 自己的能力和公式的管理模式 其实只能支撑1000人左右的贵物 如果从这点来观察 当全行业都去模仿追逐同类客群 兴起西一轮竞争时 胖东来能否长期挺住不卷呢 好了 留言无处不在 真相就读财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